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乃黑教嘉宾 嘉宾,唱嘉宾今天来给大家介绍 端午节快到了 端午节,其实,虎咯会都说八丈节 但是,我们看到真的哦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酷唆的话说 端午节不要变成漏重节 没有错 因为端午节大家在家里大吃大喝 很快就会增加体重 所以呢,今年的端午节 刚又是在我们三级警戒期间 有可能你在家里也没办法出门 所以在家里要干嘛,在家要戴口罩 目的呢,不只为了防疫 也避免防止你吃太多 过了端午节,等到三级警戒解除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自己真的成为大肉状 除此之外呢,在端午节过去的习俗 也有说要喝熊黄酒擦艾草 艾草是辟邪 因为以前的人对于瘟疫 都觉得是一些模型啊 做过的罐 所以呢,擦上艾草就防止这些 妖魔鬼怪来靠近 熊黄酒呢,说到酒 有人说什么酒我都喜欢 不过熊黄酒是放了熊黄的酒 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些佩戴香包啊 这个都是传统的端午节 在天气最炎热的夏季 也是病霉纹啊,病虫害啦 或者是说各种的病毒细菌 滋生最多的时候 所以呢,在端午节 我们自然要注重公共卫生 还有身体保健 尤其在今年 因为COVID-19患肺炎的蔓延 在台湾我们也受到疫情的冲击 所以今年的端午节 请你密切的注意政府的宣布 除了吃粽子 除了按照习俗 喝点小酒之外 重要的在家里要做好防疫 比如说要怎么样 定期量体温 我们一定要戴口罩 现在我也不戴口罩 因为你一个人在房间里 我以为要吃肉粽 戴口罩 然后呢,还要勤洗手 重要的在疫情期间 尽量减少出门 出门保持社交距离 如果有的街道通知 说我们要去注射疫苗 一定要请你协助家人 踊跃的前往注射 这样子我们就会过个平安的端午节 在这里再提醒大家哦 嗯,端午节期间 除了在家好好的防疫之外 防疫三宝 口罩 洗手 还有 监测体温 不要乱跑 这都是我们保护自己 欢度端午节的方法 祝您端午节 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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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